很多网友都好奇 我们家这么小的地方 是怎么睡下这么多人的 我给你们看一下 这里一进来 就是隔出来的一个小厨房 专门用来做饭的 这里比较小 然后这里面就是睡觉的地方了 一共有三张床 我们在家里面 这个是我们来的那天 然后现铺的一个床 然后还有这里有一个 然后这里面还有一个小隔间 这里面也有一个床 他们每天都在这上面玩 这里面原先是一个厕所 就把它改成了一个睡觉的地方 看我们在家里面东西太多了 乱七八糟的 然后我们这里是装了一个空调的 因为这边天气毕竟太热了 不装空调的话是受不了的 而且我爸他们早上四五点钟 就去上班嘛 然后晚上七八点钟才回来 如果说不装空调的话 他们晚上睡觉都睡不好的 本来白天就挺累的 如果睡觉睡不好的话 就上班就没精神的 你砍到吗 我砍到嘞 我们这个厕所 还有洗菜池都是公用的 这一层楼 总共住了四家人 每天晚上下班 特别是下班回来 傍晚的时候洗澡洗菜 然后都要排队的 因为人多嘛 然后又是公用的 我们这个房子一开始 租金是220 今年的话就涨到了500块钱了 500块钱的话 就可以去租那种小区房 小区房它有单独的卫生间 还有厕所 里面还有什么空调啊 冰箱啊 什么家电都有的 但是我爸妈他们觉得搬家太麻烦 所以就一直都觉得都在这里住 等于以后这里如果说拆迁的话 就在考虑搬家的事